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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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的 好的 還是要注定的 可能 開始 也會向我作曲 還讓我 顧笑不得 融化冰殿下的孤島 就飄向宇宙盡頭 有什麼言辭形容 的那麼舊的擁抱 融化冰殿下的孤島 無形溫度是高 Woo 融化冰殿下的孤島 就飄向宇宙盡頭 有什麼言辭形容 等那麼舊的擁抱 融化冰殿下的孤島 我希望不想到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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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孤島 人 的孤島 我吗 我没有啊 雪珠姐 我可以进来吗 进 干吗呀 雪珠姐 我错了 我之前和白琪老师坦白了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那你哭什么呀 起来起来起来 我不 雪珠姐 你不会因为我是田战的侄女 就嫌弃我吧 王侯将向你有种呼 行 你刚刚说什么 秦哥已经知道了是不是 秦哥知道了是不是 秦哥知道了是不是 秦哥知道就可以了 别离话待遇的 不知道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雪珠姐 你不会开除我吧 你业绩这么好 我为什么要开除你啊 风野漫画这次的恶意行为 跟你个人也没有关系 我生气 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竟然是陈鸣告诉我的 你知道有多打脸吗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 麻烦你自己主动自觉地告诉我 明白了吗 别哭了啊 起来 起来 李央 好了好了好了 阿疼 走了 来 好了 你别哭了 我现在不能在这儿陪你 赶紧好好看家 我得看秦哥去了 走了 谢谢雪珠姐 怎么回事 小橙子 你咋了 看你还知道补妆 应该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 就一点小事 没事就好 最近主编啊 快被风野那帮人逼疯了 有时候 迁怒我们也是正常 我要是再刚一点 我就直接冲进风野漫画 就问问他们这群人 到底想干嘛 尤其是那个陈鸣 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就是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疯了吧 这是我一天一夜的心血 你要是犯公主病 麻烦你换个地方 你够了啊 别以为你是女的 我就不敢动你了 你动我一个试试 我就是要让你尝尝 这种心血被毁的滋味 你也知道不好受啊 你知道不好受 还给白皙老师泼脏水 让那些键盘下去 跟风骂他 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你知不知道 你别在这颠倒黑白 胡说八道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装傻是吧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 让开 怎么这样啊 漫画家白起 多年来压榨新人 臣民不甘忍受才解约出走 白起为人还不知感激 怎么 不是 不是我 这生命和报道怎么回事 你还敢狡辩 不是 别看了 天成 你闹够了没有 你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承俊 把他带走 公司不是他撒野的地方 放开我 放开我 陈俊 我没问明白呢 没问明白呢 陈俊 放开我 放开我 是不是你 田湛 你让我通宵赶稿 原来都是故意的 你就是用我 来伤害秦歌对不对 田湛啊田湛 你真是太无耻了 我不耻 你这个叛徒又能好到哪儿去啊 我要揭发你 我要告诉全天下的人这个真相 真相 什么是真相 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可以去试一试你所谓的揭发 看看有没有人会相信 一个再一次背叛公司的人 到那个时候 我的律师团队也不会放过我 认清现实吧 年轻人 这稿子都已经毁了 还不赶快回去竹画 看着这儿 还有一种 在这儿啊 可以 谁啊 来一声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来找晴哥 我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晴哥现在恐怕不想见你 拜你们所赐 他现在状态很差 怎么 你是晴哥的看门狗吗 晴哥想见谁还轮到你来筛选 陈民 晴哥说了 你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现在在我看来 你就是一个自私软弱的懦夫 你说得对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 都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晴哥也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 恨死我了 打这一下不解气吧 来 再来 你再来 够了 你有空在这里发疯 不如好好想一想 怎么挽回你的过失 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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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现在好不容易睡着了 让她休息休息吧 你也辛苦了 她就是压抑太久了 又一下子 这么戳到她在乎的地方 这件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清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是啊 我也不想看到她这么难过的样子 放心吧 都会好起来的 那我先走了 明天早上我过来唤你 咱俩这两天都来轮流陪陪她 让她也多点安全感 谢谢你啊 注意安全 走了 白墨姐 白墨姐 陆天 我听雪舟说 秦哥最近状态特别不好 连话都不太想说 你也别他上火了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谢了 我还有事 先走 白医生 白医大大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放心吧 雪舟姐姐正在照顾她呢 她可是你们的造梦者 会好起来的 这么说就不是不好呗 我早上看到 朝花妹子们做的白医大大作品纪念册 满满全是出席 配上音乐都给我看哭了 可惜没一会儿就被黑子给刷下去了 什么初心 初心 白医大大的初心 鼓舞着许多人 就像我 每次被病痛折磨的时候 只要看白医大大的作品 就会告诉自己 我可以熬过去 你的意思是 让白医大大重拾对漫画的初心 他就能够振作起来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怎么办呢 我现在也没什么同学 白医生 你和白医大大认识得早 你知道他漫画之路的起点在哪里吗 我记得是在高中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图图画画 努力地把身边真实的人和物都留下来 但是 要是能回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那不如 我们给白医大大来一场 重犯初心之旅吧 但是以他现在的状态 他未必会答应 那就到了我们道德绑架的时候了 白医生 方法就在这本宝典里 你是说将计就计 唯唯就照 没错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配合了 工人打钱 你 你 你不会因为昨天那几文画稿 特意寻仇来的吧 我跟你讲啊 你要再过来喊非礼了啊 我喊 非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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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真多 我来找你 是有正经事的 什么事啊 被我小叔叔为难了 想吃灰兜草了啊 想找我帮忙 你能不能听人把话说完 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你想挖我啊 虽然我很喜欢你 但是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为了爱情放弃底线这种事 我做不来 你的想象力也未免太丰富了吧 我想到了套路田战的办法 不过要你配合 干不干 干 什么办法 你想到什么办法 套路我小叔叔了 来给他一个粉粘金 嗯 跟我走 你还没说完话呢 什么办法 我去吧 喝点吧啊 秦哥你再这样下去 身体会垮掉的 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 真的很难哦 但是你还有我 白起家 还有小橙子 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 你真做一点好不好 你想啊 还有好多好多的作品 要等着你去完成呢 画不完了 薛舟 我画不出来了 别这么说 都是太累了 你睡一觉好吧 睡一觉醒了都好了 好吗 来 当心 这两天辛苦你了 这两天辛苦你了 都是应该的 他刚睡着 怎么了 有事吗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应该能让秦哥 尽快走出来 什么办法 别说 别说 酒 酒杯 我觉得可以啊 就按照你说的做 好 我就处理我该处理的事情 也是时候该让那些欺负秦哥的人 付出代价了 放我下来 你要吃饭 放我下来 我不想吃 好 下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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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不开心了 这粥我熬了一早上 来 快吃 无论如何你吃一点吧 我没胃口 你别呀 我都熬了一早上了 你多想吃一点吧 我喂你 我自己来吧 来 那你吃 琪琪 你别管外面人怎么想 琪琪还是很支持你呢 快接吧 给 喂 琪琪 白琪大大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好几天不见 我都想你了 琪琪 我最近有点忙 可能没时间过去看你了 白琪大大不能出门 要不我去看你呗 不行 不行啊 白琪家说了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不稳定 不能随便出院的 可是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要和白琪大大分享 你能抽空来一趟吗 行吧 那我 你一会儿过去看看你吧 嗯 快吃吧 来 吃这个 白琪大大 我特别开心 你开心就好了 对了 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我分享吗 是什么 哦 哦 哦 之前 有跟白琪大大说过 我有坚持在写愿望 不知不觉 就写得满满当当了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机会实现 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 到时候一起去啊 但我想在生日之前就完成 无论用什么方式 巴西大大 你知道我的第一个心愿是什么吗 我想和你一样 飞越医院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怎么这么疲啊 不是刚刚才说好 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吗 你现在又想飞哪儿去啊 那等你身体好了 就可以去了啊 可以先去你的工作室吗 我想看看 火爆全网少女漫的出生地 还想去艺术馆 去拍各种好玩的照片 还想去画画 好呀 这些都很简单 我到时候一定亲自带你去 太好了 但是我都已经想好了 这次生日之前 说什么都要把他们办了 实在不行 就让我爸妈请假替我去跑一趟 代替我看看周花花世界 就是辛苦他们了 爸爸妈妈也挺辛苦的呢 要不然 我来帮忙吧 不行不行 怎么能让白旗大大替我跑一趟呢 反正我现在什么也画不出来 不如做这些事情也很开心啊 白旗大大 你不要这么说 你可是我的本命爱的哦 我和其他粉丝都等着你呢 好啦 我知道啦 訴 Bourque 孩儿 你 聊了那么久很累吧 美人 笑下 为什么 为什么 涩当了 我看到琪琪睡着了我就放心了 琪琪现在的情况 好像不太好 现在的情况还有一点反复 不过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还是比较乐观的 不用太担心 可是琪琪还小 她还没看过这个世界呢 我希望她能早点好起来 放心吧 有我呢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治好琪琪的 走 你就自然一点 按照我们昨天说好的来就行 你又 你现在这副样子 瞎子都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鬼 走 你又不是没有理造 跟我小叔叔这只老狐狸的道行 那要是演失败了 那岂不是穿帮啊 你不能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 否则越慌越容易出错 知道吗 我压力好大啊 小明哥哥 我们万一要是搞砸了 那白熙老师岂不是更加雪上加霜啊 所以 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你要相信你自己 拿出你上次去指尖漫画面试的演技 开始你的表演 走 你这人怎么还犯旧账啊 我告诉你啊 咱俩就还是水火不容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种状态 我先进去了 你再琢磨琢磨 再想一想 祝你 超长发挥 这人是什么事 他没想到你 小叔叔 你要为我做主啊 什么意思啊 你又惹什么祸了 我在白旗工作室待不下去了 他们马上就要灌门大吉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你呀就是太年轻 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让别有用心的人呐忽悠几句 你就天天嚷嚷着热爱啊梦想啊 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那小叔叔 我毕业之后还能回来工作吗 先擦擦 都多大的人了 你也不先丢人 当然能回来了 行 小叔叔 我就知道你最疼我 我不疼你 我还能疼谁呀 之前不是还大意凛然说我是个叛徒 结果现在自己灰头土脸夹着尾巴跑回来 以后谁也别笑话谁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小叔叔的亲侄女 就算我再怎么胡闹 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不开心了可以随时开除你 你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罢了 你说谁是狗 你呀 就是说你 说你是狗 你呀 就是你 你叫养的丫头 我今天非得给你的颜色 来呀 行了 这又不是菜市场 整天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过节 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现在是咱们跟指尖 还有白起对垒的关键时刻 大家必须医治对外 彻底将他们铲除 你们哪 有吵架的这个功夫 多须上网学学那些水军 多刷几条恶瓶 不行吗 他来了 他来了 你这是 快去换衣服吧 留给我们这时间不多了 白起大大 我来找你对线沉默了 择日不如撞日 我今天状态好的爆炸 你快收拾收拾 咱们开始阅望清单之旅吧 我在中间等你们哦 行 真的是 谁让我答应你这个小鬼头了呢 好的 一会儿见 白起大大 一会儿见 这熟悉的感觉 我怎么总觉得你们两个 又在联合起来套路我呢 没有 白起老师你一诺千金 你快去换衣服吧 我们今天可是有好多地方要去呢 好多地方 而且一定也是你也喜欢的地方 还是幸福和美好的时光呀 你说什么 我不告诉你 琪琪说 她一直想来这个光影艺术馆 她想成为月亮下的追光者 让月亮奔塌而来 她就会忘记所有的烦恼 等到重新见到光明的时候 她就会重获新生 浑身都轻松起来 那就成为追光者吧 白起老师 那让我们在这里 开启我们的愿望之旅吧 白起老师 请让我们一起共赴前方吧 好的 白医生 绝了 谁教你的 是琪琪 她一定要我这么巧 那你能不能再来一遍 可以啊 真的啊 是啊 超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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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及这么明奇妙的 还没关系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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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先怕啦怕啦 玩不去怕啦怕啦 可是我叫我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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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要不我来吧 不行 岳琪琪说了 一定要篮球十连仲 我身为她的偶像 逞强也要做到 不愧是琪琪的歌手 用词和瞄准都这么地精确 但我好歹也是琪琪的医生 你给我个机会吧 好不好 我不 我一定要自己投进去 我 敬心 光 透过境前穿 想 飘飘出你模样 曾 际际在梦的过程 我十个了 我吐十个了 医生 你可太厉害了 班医生 那 军功章可不可以分我一半 当然了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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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十连仲 完成 我 不想挣扎 有你 我 就什么都不怕 光 透过境前穿 想 飘飘出你模样 飘飘出你模样 喂 许主 我在陪情歌做冤枉清单呢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问一下你们那边还顺利吗 挺好的 还剩最后关键的两站 那就好 我这边也做了一些安排 我们回头再忙 嗯 走 走 后面做什么 比赛 李主编 你迟到了 不好意思啊 邮记者 我们又不是来进行友好会谈的 吵架我还想跟你掐时间呢 我脾气但凡抱一点 这杯咖啡现在就在你脸上了 不过你放心 我是绝不会给你这样的人留下任何把柄 该说的我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这些是我整理的文字和语音的证据 足以证明你在网上大面积的散布谣言 我看着 再说了 真正要搞白起的不是我们啊 那你倒是说说的是谁 如果你说出来 我可以考虑先不追究你的责任 封眼漫画 田战 我早说过了 这个二次元圈子不能碰 我们之前跟那些大小流量打擦边桥啊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啊 果然 除了他也不会有陪人 那个 林主编 该说的 我也都说了 希望你可以 信守承诺 你们跟封眼漫画神仙打架 不要牵斥我这种小妙 当然 我说话从来都作数 你走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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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透过境前转 想 飘飘出你模样 看 曾 遗厉在梦的过往 有多少声 只能自我欣赏 观 余颜折退未来的想象 每幅画全都会有你在身旁 我 想我是疯了吧 整个世界都为你开满了花 哦 哦 作为兵性别去想挣扎 有你 我 就什么都不怕 没有 也许多了 你也许多了 有我 你也许多了 看我 心上 关于一切对未来的想象 每幅花卷都会有你在身旁 我想我是疯了吧 整个世界都为你开门了花 所谓兵性别去想挣扎 有你我就什么都不怕